OdioJungle 影片于3月2日上映 至于乐资本论 I.D.Y.U.L.E.Z.I.B.E.N.L.U.N. 核实 影片两次改当原因就微微过审 一部讲述女生之间 有情故事的电影却两次微过审 不禁让人好奇电影究竟拍了什么内容 如此挑动着有关部门的神经 小鱼独家采访了影片导演黄珍珍 她向小鱼解释了影片背后的过审经历 不仅如此 剧组在越南拍摄期间 还遭遇当地人发难 受到过金钱讹诈 还有更为劲爆的与越南警察片场对垒的故事 两次为过审主因 部分内容太开放 闺蜜儿的内容接上一部 单个闺蜜小美 希望和Kini很好如初之后 希望即将结婚 婚礼前的单身party是重头项目 恰好小美在越南拍戏 所以大家决定将希望婚礼前的单身party 放在越南举办 她上一月风情 自然会有花式玩法出现 黄珍珍等自己也提到旅程很疯狂很冒险 在疯狂和冒险情节之中 有些就触及到审查敏感地带了 例如片中三个姑娘参加了一个越南当地party 实际上是一场当地黑帮的聚会 三人喝得鸣顶大醉之后 又去了鸭店 又编打五男等游戏环节 预告片中可见 点击观看 在以上这段情节中 黑帮亚电和编打等都较为敏感 广电局也没有说不好 他们也支持 只是要务调整一点点 对于广电纵局当时的意见 黄珍珍如是说 不过影片在修改和调整过程中 并没有做删件和重拍等处理 基本上是对内容进行和调整 如将鸭店在字面上改成了酒吧 导演也一直在强调主要是调整 不估计是几个女生真的玩得太开心了 有点疯狂 相比第一部以及市面上的女星皮财电影 闺蜜儿确实玩得很嗨 这点从预告片中可见一般 片中还有一场戏 13人在当地拼酒 喝的是蝎子酒 原本的设计是拼酒拼到兴起 他们连酒瓶中的蝎子也拿出来大块多仪 但这个部分在审查之后 会进行较为低调的主力 包括之前的片名中 无二不做的字一样 在审查过程中也被要求做修改 目前影片明确定来归逆二 可能女性电影在内定没有那么创新和冒险 黄珍珍对于这样的结果解释说 后期修改过程主要就是剪辑 重做音乐和重新配音等 剪辑完成的最快 黄珍珍一天就剪完了 但是对应的音乐是要重新制作 陈一航 薛凯奇和张俊宁三人 分别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工作 写条三个人时间重新配音也耗费不少时间 关于这次定档的热期选择 片方自己也不认为这是一部和佳话电影 所以就避开春节档的热闹 在正月十五三月二月上映 从影片第一次定到2017年暑假至今 半年多时间过去了 柯柯伯伯终于拿到了龙标 对于这半年来的时间及人员成本等 黄珍珍也承证确实有一部分是浪费掉了 起电团队也有过失望 不过电影即将上映 希望人在 我觉得现在调整之后 是更好的一个电影 越南拍摄力险继 假黑帮故事遇上真黑帮 在国内电影环境下 为过沈向来是个引人瞩目的焦点问题 但在和黄珍珍了解过后 小鱼深深觉得在闺蜜二身上 为过沈并不是真正的有趣之处 剧组在越南拍摄的经历 才是比为过沈更令人津津有味的故事 越南确实是快风味独特的土地 有不少好莱坞电影如金刚 骷髅岛 小碑霞 幻梦醒行的都曾在越南取景 不过花鱼影片在越南取景拍摄的却寥然无几 此次选择越南 黄珍珍说希望冒险的地方比较神秘 比较可能有危险的 听完他们后面的经历 小鱼想说 越南果然不负众望 影片在越南拍摄为期两个月 黄珍珍又提前两个月前往越南开景 前前后后总共在越南待了四个月左右 出了自己带过去的周 国团队 剧组也需要在当地找一些本土团队合作 但是由于越南本土电影工业水平不发达 相关团队的经验和技术与黄珍珍带去的团队水平不对等 且由于两国文化及思维观念差异 种种不一致 都导致拍摄期间问题连连 开拍三天前 我的中国团队和越南的团队 要跟我开一个大会 跟我说导演 我们觉得你还是cancel取消拍摄 我带去的团队觉得很难控制越南团队 越南那边因为我自己找了人 没有用他们推荐的人 他们不高兴 影片还在开拍 黄珍珍就遇到了来自越南的第一个难关 后来导演坚持如期开机 戏才终于开拍了 开来归开拍 拍摄过程中更是状况不断 有时候人员和机器已经到了片场 房东临时坐地起价 原本只有十块钱 立马涨到三十块 也有时候趁人到期准备拍摄了 房东又要在场地费基础上加收电费 空调费 洗手间使用费等 如此看来 在越南拍电影也未必真的便宜 黄珍珍也说 如果是当地人在那边拍电影是很便宜的 但是我们走进去的话 他指越南当地人 就当我是好莱坞了 连足器材都是不一样的价钱 当地人可能是一块 我们是五块 就是这个分别 在越南拍摄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语言不通 当地人几乎不会讲英文 内地团队的英语水平也稍有欠缺 索 以双方的交流基本上依赖翻译 剧组现场找了50位翻译 多数是越南华侨 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翻译 不过越南翻译都是偏向越南人的 很多时候黄珍珍只有一个问题 但翻译会加上一些自己的意见 翻译成十多句 之后对方又跟他讨论半天 最后形成一个没答案的答案 回复给黄珍珍 有时候越南当地团队的工作人员 会莫名奇妙消失不见 黄珍珍通过翻译 问那个疑似逃工的人去了哪里 对方讲越南语 黄珍珍听不懂 翻译告诉他对方没做回答 这就成了一个无解之题 今天我都不知道他当时跑到哪里去 事后黄珍珍很无奈的对小鱼说 除了业务能力交流障碍等 思维观念也是横跟在中越团队之间的一道难骑 黄珍珍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第一天开工 我先拍那个黑帮开party的家 一进门有一块是飞刀的板 我走进拍摄场地 走的时候经过门口 见到有几个做道具的人还在盯板 我一看说 这个不是我等一下要拍的那个板吧 他们说是导演就是这个 还没做好 你先拍另外一场戏吧 根据黄珍珍的实地体验 在越南人的观念里 今天不拍可以明天再拍 因为当地的电影明星可以坐在片场等着开工 如果有一部戏拍到兴志农 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边等 而不向中国的演员当机警 只能拿出规定天数来 进组拍摄拍完之后立马走人 他们不着急 完全是不一样的 效率是不一样的 我们就活在不同的空间 对于越南人的慢性子 黄珍珍这样说 由于种种差异 黄珍珍带过去的内地及香港团队 从最初的七八十人增加到一百五十多人 与越南当地五十人左右的团队共同合作 最终完成拍摄 戏里戏外的历险记 闺蜜行在真实生活中的蔓延 拍摄期间大家也会开玩笑 说是黄珍珍在单调越南黑帮 玩笑归玩笑 也确实看得出由于两国电影发展水平 工业化程度和文化环境 思想观点的多重差异 给闺蜜二的拍摄造成不小的困扰 但黄珍珍也说 如果没有这个经历 可能这个电影的旗帜不在 所以也没有后悔 有趣的是 与影片中三个闺蜜 在越南冒险的故事类似 三位女演员和黄珍珍在片场的经历 也如同一场冒险 影片这次加重了动作戏份 请来钱珍乐担任动作指导 有一场戏是环着澳市中心广场的一场摩托车飞车戏 拍摄前剧组已经和当地政府及公安局申请报备 拍摄当天早晨五点剧组已经架口机器 召集了群演集中在广场处拍摄 结果拍了半个小时 有另外一帮当地警察出现要赶他们走 声唱剧组的申请是向另外一个去提交的 并没有向他们所在辖区内提交拍摄申请 所以不能继续拍摄了 但黄珍珍不同意坚持拍摄 直到后来有警察开车撞向设置组 比过他们停止拍摄 片场拍摄有时候惊险又刺激 日常工作也是繁琐和杂乱的 导演说自己拍摄期间平均每天睡三四个小时 早晨六点钟醒来 手机已经收到大概十条关于各种问题的微信 比如要求增加费用等 说十点钟如果不拿来钱 中午饭就没有了 处理并把这些问题分给同事解决之后 黄珍珍就去现场拍戏 有时候拍完戏 又被通知明天要拍摄的警没有了 她还需要再去看警招警 如此反复着 过程不易 但黄珍珍说三位女演员一直陪着她 看着并经历整个过程 平时三个女演员一起拍戏 是不是你要催她装画完美 一个不出来 另一个也不出来 不好管对吧 她们三个都是已经坐在那边等 机器灯光好了 立马过来人 她们觉得我们面对的困难太多了 如果内部不互相支持 就好能拍完这部戏 所谓画难见真情 这次拍摄虽称不上画难 但外部环境和条件形成的种种困难 反而让大家抱成团 在黄珍珍回忆里 每晚她回到公寓 桌子上都会放着三个女生 给她留的晚饭 水果或是鲜花 还有小纸条 留言多为为你而骄傲 想不到你比男人更坚强 永不退缩 爱你永远支持你等 或支持或安慰 都是三个女生对于导演的一份感谢和一份鼓励 似乎电影的命题已经 悄无声息蔓延至了片吧 黄珍珍说 闺蜜三的剧本耿尬 现在已经完成了 会涉及一点穿越情节 仍旧讲述女性之间的友情故事 并会继续和这几位演员合作 可能闺蜜这个电影 真的就让我们成为了闺蜜了 这是导演对于这次拍摄最大的感慨